哈喽大家好我是投资君 如果你的公司提供stock comp 那你有福了 因为这些stock comp一旦用好了 会变成你资产很大的一部分 看到每日见涨的stock comp 大家一定有想把它变现的愿望 同时也会纠结 当即拥有RSU RSA 又拥有NSO ISO 然后股价又已经涨到自己认为不错的价格 那么先将哪个变现更好呢 首先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stock option和RSU 看看两者有什么区别 stock option期权 无论是NSO还是ISO 它都属于stock option期权 两者本质是一样的 只是交税有区别 ISO限制较多 但有省税福利 NSO极其灵活 但税交的比ISO更多 但无论哪一种 本质上是一样的 都是期权 而期权就是允许你以一个提前讲好的价格购买股票 而这个价格叫做行权价格 strike price 期权有时间限制 通常是10年 过期及作费 跟所有的stock comp一样 它就是公司一个尽量把你留在公司更久的手段 因为只有当你在公司工作N年后 你才能行使你的期权 这个N年是公司定的 也叫vesting period 拥有期权的好处是什么呢 理想情况下 假如你的公司表现良好 当你的期权解锁vesting时 原定的行权价格会远远低于股票的市价 这就说明你能以低价行权 即买到公司的股票 然后再以高市价卖出 你就赚钱了 但如果公司的股价表现不佳 市价比你的行权价格还要低 那么你肯定 宁可以市价购买股票 也不会想以更高的价格行权 所以你不会行权 这时你的期权就价值为零 即毫无价值 看到了吗 只要不行权 即使在最差的情况下 你的期权就不赚钱 但不会赔钱 对于公司摆给的stock option 在你行使期权之前 你并没有投入任何资金 因此拥有公司期权的好处就是 你将获得一只会赚钱 不会赔钱的投资工具 且无需提前投入任何资金 RSU RSU是最常见的一种stock comp 它跟期权一样 要等best解锁后 你才能将它变现 但它跟期权不同的是 它省去了行权的步骤 也就是你不用花钱购买 RSU在解锁后 股票将直接进入你的账户 因此 RSU的风险更小 因为完全不需要前期投入 并且只要公司股票不归零 你的RSU就还有价值 举个例子 你同时有1000股RSU和1000个stock option已经解锁best了 现在股票的市价是10美元 你立即将1000股RSU卖掉就能获得1万 假如你的stock option的strike price行权价格为10 那么你的1000个stock option目前就毫无价值 除非以后股票的市价会增长 先将哪个变现更好 结论先行 当你两个都有 并且股价已经到你觉得不错的价格 先变现RSU 留着stock option会更好 主要有两个原因 1.stock option有downside protection 只要不行权 即使股票价格比行驶价格strike price更低 你也不会赔钱 顶多就是不赚钱 相反 一旦你行驶stock option都换成股票之后 一旦股票跌穿你的行权价格 你就开始赔钱了 2.stock option的杠杆更大一些 每当股票上涨 你所获得的利润率比股票涨幅更高 因此 对于先将哪个变现更好 答案是先变现RSU 留着会有更大杠杆的stock option 以便通过downside protection来获得更高利润 以上两个是比较直观且简单的规则 但同时你也要考虑如下两个因素 一个是你的整个的投资组合 一个是从税率方面 这里讲的整个投资组合 需要包括你所有的投资 通常来讲 一家公司的股票不能超过整个投资组合的10% 这个占比越高 风险越大 想想疫情期间 视频会议软件Zone一下子涨了800% 从62美元涨到了560美元 是整个投资界的宠儿 然而疫情过后 Zone股价持续下跌 风头不在 价格腰斩都不够 股价直接蒸发了80% 直接回到解放前每股68美元 直到今天也没能涨起来 要想一下 你能否承受这样的风险 另一个是考虑如何最大程度的省税 每种Stock Comp的收税方式都有差别 用好了能省下很多税 让你兜里留住更多利润 最重要的是 八成的小伙伴在RSU和Stock Option的报税上出错 年年都在傻傻地交双份税 对于专业人士 这都是很容易察觉到的错误 但对于新手员工和新手会计师来讲 这真的属于知识盟区 君君专门做了两期内容 关于如何疫苗辨认 并避免在RSU和Stock Option上交双份税 的确 Stock Comp很复杂 但小伙伴们无需自己把它们都搞懂 只需要把它交给专业人士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一个资深的投资顾问可以从利润最大化和最省税的角度 从头到尾的帮你做Stock Comp的规划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点击右上角进行一对一咨询 关注君君 让你的资产无限变大 本视频由超能力投资君提供 一个立志于覆盖全部在美投资理财的知识网站 从投资 省税 保险 退休 公司 房产 再到传承 理财知识全覆盖 如果你想了解某些投资理财的知识 大几率会在君君的网站找到 如果你未能找到 可以在君君的网站申请免费咨询 会有专业的顾问为你带来一对一指导